疫情期间除了线上教学 雪安尔巴生新华中学554名 年满18岁的高三生 也迎来线上成年底 尽管所有仪式与国王大同小异 不过没有熟悉的朋友在彼此身边 少了昔日师生共聚一堂温馨热闹的场面 而所有同学只能透过线上聚首隔空祝福 完成中学生涯最后一场重要仪式 脱下青色的校服开启成长篇章 黎明 我爱你们 谢谢你们 这18年来你们辛苦了 谢谢 学生朗读家书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 父母亲手系上领带 象征眼前孩子长大成人 巴生新华中学尽早举办的成年礼 进行每年一样的仪式 不同的是 在诺大的礼堂放眼望去 见识空荡荡的位置 大部分出席者都不在现场 而是在隔空观礼 巴胜新华中学是全国第一所举办成年礼的学校 来到今年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 虽然政府已经取消了 所有活动不能超过250人的限制 但是教育部的复课指南当中就有阐明 校园内必须保持社交距离 加上校方希望能够维持这个最高防线 尽量避免让外人进入校园 所以这一个一年一度的成年礼 也就搬到了线上来举办不让他停办 对新华而言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一课 因为这是第一次线上一个成年礼 对同学而言他们其实也见证了这个画面 上千名高三生和家长只能透过镜头完成意义深重的成人礼 只有九名家乡遥远或父母属于学校三机构成员的高三生能在场见证 其中一人透露 同学和朋友都渴望大伙能一起开启人生另一个阶段 甚至一度尝试向校方争取共聚一堂的机会 但无法如愿以成 很可惜因为你是在新华中学六年 可是你现在你的成年礼只能在家里 可是虽然是这样子 就很像校方跟我们一直不断跟我们提醒 就是形式是改变了 可是成年礼的精神没有变 我当然是比较希望我们可以在学校全部人大家一起 我们也有去向校方争取 可是我们是被形式所逼 所以我们不能一起办 线上只是一个载体 因为我们在疫情当中 疫情其实没有办法做到实体 然后校方还是能坚持 为我们举办这个成年礼 我其实是蛮感恩的 成人礼改为线上举办 难就难在要克服技术问题之余 还要保有过往的氛围 为此新华中学筹备了一个月 多次彩排和检查 勿求万无一失 虽然线上成年礼顺利圆满结束 但校方表明年底的毕业典礼 还是会以线下进行为首要考量 除非疫情有反复 或者是更糟糕 如果疫情没有更糟糕 而反而更稳定的话 基本上我们年底的考虑 还是要回到实体的毕业典礼 还是比较有现场感 这是无可厚非的 对校长来说 教学的关键点不仅是传授知识 更多是在于人与人的互动 新常态下的线上经验 固然可以成为日后多元化呈现的选项之一 但是生命与生命的面对面对话 终究无可取代 八度空间洪美玲 实习生张康琪八升报道